Hello,天而不知开箱的各位好朋友 今天很高兴可以介绍你刺我杀他这个小游戏 他是新加坡来的作者叫做Alvin Tan 据说他是一个新加坡很有名的桌游咖啡店的老板 然后跟客人玩很多年的狼人Bang跟什么什么的正宁游戏 之后就发明了这个算是正宁游戏没错 那这边的正宁有谁呢 我们会有一个总理和他的保镖 他们算是同一国 那还有很多刺客 刺客有好几张 无论是总理还是保镖或刺客 都有可能会被刺杀 那什么杀死一个人呢 他需要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天气跟一个武器 基本上除了总理之外 这四张牌在你的面前的话你就是死掉了 但是你还不会露出身份 然后游戏怎么进行完呢 游戏开始的时候你们先选谁当总理 假如这一支是我党总理的话 我会把所有的角色牌拿到的首张 假如有五个人在玩的话 这个现在只是替代物贫 这是玩家 一二三四五个人在玩 我会拿六张角色牌 包括总理和保镖 其他都是刺客牌 然后总理很明显就是我 其他的牌 我就不要让其他的玩家知道谁是谁 然后我就想好我要当 要谁当我的保镖 那么我就把角色牌给那些玩家们 那一张牌保留在我总理这边 有可能是保镖 有可能是刺客 因为总理整个游戏的一次 可以决定在他的回合中 把所有的角色牌收回来再重新发 万一他跟他保镖的服务不满意的话 他就可以这样做 但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回合 一般的回合就是总理先开始 每一个玩家六张牌 从总理开始 出牌再抽牌 比如说 我就先从这边开始 把一个绿色的牌放在这个玩家的面前 再抽牌 然后换这个玩家出牌 他可能把一个蓝色的牌放在总理的面前 再来五牌 然后换这个玩家 出一个绿色的牌 也在总统的前面 下一个玩家也出一个 这个还没有讲到 这个是所谓的行动牌 游戏里面有九种不同的行动牌 那他可以做什么都写在牌的上面 和一位玩家交换面前所有的刺杀牌 那他大概现在还不要用到这张牌 等他等一下前面的彩色的牌很多的时候 他才会用到这张牌 我们让他出另外一张 这个死亡马迪尼 他如果是刺客的话 很可能会把这张牌放在总理的面前 我等一下就要休息一轮 好啦刚好轮到我了 我有这张牌要休息一轮 那就是去掉不能出牌 然后这样一直继续玩玩玩玩玩到 一个人的面前有四张不同颜色的牌 这个人就要离开现场 除非是总理 这张牌在总理的前面 如果这时候有保镖 从手中拿出来三种不同颜色的牌的话 他就救了总理 等于说是总理和保镖获胜 这样的情况的话 保镖会得到两分 总理会得到一分 所以这个是游戏结束的一个可能性 那也有可能 总理的面前有四张不同颜色的牌 然后那时候保镖手中 没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牌的话 那这时候总理就死掉了 然后刺客会获胜 所有的刺客是一国 所以所有的刺客都会获胜 那最放最后一张 让总统死掉的那张牌的刺客会获得两分 其他的刺客都一分 这也是游戏结束的一个可能性 再来是总理本身直接杀掉某一个刺客 然后这样子游戏结束 总统两分 然后保镖一分 基本上游戏就是这样子很快就可以结束的一个轻快的阵营游戏 等一下 刚刚是一轮的结束 这时候我们的手牌都收回来 然后总理这张牌换到 左边的玩家他现在要当总理 然后从头开始玩 就是又是每一个人得到六张牌 然后总理又选谁要当他的保镖 然后这样子每一个人当过总理之后 整个游戏才算结束 那时候分数最高的人获胜 一样高的话就要看谁的两分原片比较多谁就获胜 所以你们不能随便换那个两个一分换成两分不行了 在这个游戏不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来问或来到我躲起来的地方 跟我一起玩Bodyguard 这个你是我杀他这个游戏 我们解说应该是到这边为止了 那下次再见面哦